关于由AR技术所产生的虚拟物件 我想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疑问 那就是由不同牌卡所产生的虚拟物件 彼此之间是否能够产生交互作用 如果可以 那两不同组合的牌卡将可以产生不同的对战结果 如此将大为提高AR世界的复杂度与趣味性 这个影片就是要来探讨这个问题的答案 首先 分别下载病毒与疫苗的字卡图片 接着以Android手机下载疫苗Vaccine App的安装软体AR test.apk 有58Mega左右 下载之后进行安装 可以得到Vaccine的App 然后执行它 由于我们在摄影机上加挂了一个对焦程式 所以第一次启动这个软体时 会多花一点时间 可能会用到10秒左右 时间的长短应该是与手机的硬体配备有关 以手机的摄影机扫描疫苗的字卡图片 出来的这个虚拟物件是什么呢 看起来是一门古老的大炮 如果按下开火键 发射出来的炮弹又会是什么呢 原来是一针针的疫苗 等一下我们就用这门火炮来对付上次的新冠肺炎病毒 不过那也得两AR的虚拟物件之间能够产生交互作用才能打得到它 这是上次 新冠肺炎的字卡图片 以手机的摄影机扫描它 会出现病毒 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 现在加入疫苗的字卡图片 虚拟火炮也已经出现了 首先 我觉得这门火炮需要加点仰角 然后开火 疫苗顺利打到病毒 并且对病毒产生效果 病毒产生耀眼的金光 然后 砰的一声爆炸 这证明了由AR技术所产生的虚拟物件 彼此之间的确可以产生交互作用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疫苗对付病毒真正的生物学原理并不是这样 这里纯粹只是以它们为题材 来测试2AR虚拟物件之间能不能产生交互作用而已